朋友好,我现在发的视频,在国内哔哩哔哩平台 也慢慢的有人来评论了,但是大部分评论 发的私信都是骂我的,当然我也不在乎了,因为在西瓜头条 已经千锤百炼了 当然,也多少有一点点那种情绪的回归 我有时候特别希望看到有人在骂我 当然,有些人呢,也非常礼貌的 提出跟我不同的意见 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有必要稍微给人家反映一下 有一个人呢,他呢,就说 你就没有看到,这个以色列 侵占了人家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人家要回自己的土地,人家稍微做得过分了点 有什么错,完全可以理解嘛,等等等等,就这一类的意思吧 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话题稍微展开聊一聊 什么是巴勒斯坦的土地,以色列到底占没占巴勒斯坦的土地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以色列这个国家吧 以色列这个国家,古代的国家,我们就不聊了 人家什么是第一圣殿呢,第二圣殿呢,等等的 一长串,我这个视频也不是个历史频道 我呢,也不想把自己做成历史频道,因为这我不擅长 我就是自己,就是土露心声的 土自己一时爽快的 一个这个渠道嘛 我们接着聊吧 以色列,就是现代以色列 人家是1948年 自己宣布独立的 从哪独立的呢?就是从英国脱管状态下独立的 1949年,人家就获得了完全的国际认可 就是国际上很多国家都认可了它了,包括联合国在内 所以,如果就拿建国时间来说的话 以色列这个国家,它的建国时间甚至早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时间了 人家资格老着了,1949年5月11日 人家就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可 那现在我们再聊一聊这个巴勒斯坦吧 巴勒斯坦原来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就是包括以色列,包括什么约旦 包括周围几个国家,那一块地区很大的一片 都叫巴勒斯坦 你也不能说它是一个古地名,你也不能说它是一个现代地名 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 就是在好几次中东战争 就是中东那几个小国啊,什么叙利亚啊,黎巴嫩啊,什么约旦啊,埃及啊,大家集合起来 一起围攻以色列的时候 就是那几次,什么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时候 就是现在,什么加沙啊,约旦河,西安啊,那一片地方 人家也不叫做巴勒斯坦 人家有很多的叫法,有人呢,把那叫做 南叙利亚,有人呢,把那叫做西约旦 还有人把那叫做东埃及,等等的吧 当然后来,阿拉伯国家的人 就有意识地创造出了一个巴勒斯坦国家的概念 仅仅是概念而已 那巴勒斯坦这个国家,他 就是说,刚刚成立是什么时候呢,就是1988年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成立一个国家 只是,这个阿拉伯特他们呢,弄了一个独立宣言 那他从谁那儿独立的呢?从以色列那儿独立的吗? 那说明以色列是他的母国 人家原来占领那些地方,就是人家自个儿的 人家就从来没有侵略过 你巴勒斯坦这个国家 你1988年,你再读了一个独立宣言 那个时候,甚至不是一个国家 怎么能够存在1967年的边界 或者1940年的边界,根本不存在嘛 然后,他不是1988年读了一个独立宣言 又过了四年 他才成为联合国非会员,观察员 到现在为止,巴勒斯坦还不是联合国成员国 还没有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可 严格地说,他还不是一个国家 他还是一个 割据政府 就是说大家 睁一眼,闭一眼,然后就是让他那么存在着而已 可以把他认为是地盘 就是说,约太和西安,那是阿巴斯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的地盘 加上呢,是哈马斯他的地盘 就跟黑社会一样的 就是,不存在这个以色列侵略谁的问题 因为你不是个国家嘛,他侵略谁去啊 所以,很多人动不动就说是 以色列占了巴勒斯坦的这个土地 或者巴勒斯坦国家的土地,或者侵略了巴勒斯坦 那你都不是个国家,何谈侵略呀 如果说到一九四几年,或者是五几年 那,你说谁受到了以色列的侵略 如果以色列他不是占了点土地嘛 那也只能说是他占了大英帝国的土地 侵略了英国,英国应该出来说话 但是,英国,人家是以色列坚强的后动啊 人家一直在支持以色列 这话,你找谁说去啊 就是说了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吧,给朋友们 说得相当相当清楚了 就是,以色列是1948年 人家宣布独立 然后呢,1949年,获得了 全世界广泛的认可 而巴勒斯坦呢,是1988年读了个独立宣言 2012年成为联合国 非会员,观察员,至今没有获得国际认可 他就这么个情况,你现在 准结了说吧,你说谁侵略了谁 就是说,以色列把巴勒斯坦什么袈裟 什么约翰和约翰全部占掉 全部成为以色列的国土 一点都不过分 因为你不是个国家,你是个无主之地 那你说,以色列是不是要占这些地方呢?不会 以色列受的够够的了,你说,当时就是说 以色列那个前总理拉宾 跟这个巴勒斯坦的那个所谓巴结组织的 前领袖阿拉法特握了个手 然后呢,就从加沙,从约旦河西岸撤兵 然后一个座城市,一个座城市的 好好地交给所谓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时候 那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做了哪些事情呢? 他手下的那个哈马斯,那时候哈马斯已经出新了 哈马斯原来是什么阿拉伯兄弟会的 那个一个分支机构嘛 这个只要以色列给巴勒组织 给一座城,或者给一个村庄 他们呢,就在特拉维夫啊,等等城市 组织一次爆炸袭击 恐怖袭击,就是一城换一炸 当时也是深深地伤害了以色列人 但是以色列呢,一方面国内呢,抓紧反恐 一方面国际上,尽快地把这些他们 想交给所谓的巴勒斯坦的那群人 就尽量的,很快的时间,把这些都交出去了 然后修了篱笆,然后修了墙,然后修了壕沟 就是说,你们过你们的日子,我们过我们的日子 我们巴不得你成为一个国家了 你就,这个过去就行了 但是呢,这个巴勒斯坦一直不争气 这一帮人呢,一直就是 自己呢,做不了自己的主 这个阿拉法特一直想让步,但是呢 他也不知道咋回事 他也让不了步 人家以色列呢,也一直给他再让步 他也是等于给了他很多很多的机会 他没有抓住 他就形成了现在这个局面嘛 就是说,以色列现在进入架杀,他的部队进入架杀 也只是为了把哈马斯全部给消灭掉 哈马斯现在是基本上不受任何人的待见 哈马斯他的那个母组织,就是他原来分离出来的 那个叫穆斯林兄弟会,又叫穆勋会 他的很多的成员只能在埃及,他们总不是在埃及,发源于埃及嘛 只能在埃及以外的国家去生活 在美国就有很多的阿拉伯人加入了穆勋会 前不久啊,有一个就是在美国一直流亡的 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成员,被美国给 递解出境了嘛,驱逐出境了 然后他呢,就是到处上诉说他回到他们国家埃及,要被判死刑 但是美国说,你还是回去吧,你还是回去吧 美国对这个穆勋会的人,也没有什么好印象 埃及穆勋会是非法组织,是属于恐怖组织 只要某一个人被认定为穆斯林兄弟会的人 也许不一定会把他抓起来执行死刑 但是呢,肯定会受到排挤 肯定呢,会被警察经常请去喝茶 这是一点也逃不了的 就是说,这个哈马斯 他在埃及也是相当的不受欢迎 他在任何国家,能叫做国家的地方 都没有他的市场,不受欢迎 所以呢,他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呢,我们就见证哈马斯的死亡吧 好,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 The Islamic Republic, the supporter, trainer and the biggest founder of terrorism in the Middle East is holding my entire nation hostage as they are posing attacks on your free living democratic nation the atrocity that we have been witnessing against women, children, babies, the elderly people in a music festival just youth celebrating peace the atrocity that is being celebrated today in London, in Paris, in Milan, all over America the atrocity that is only anti-Semitic now we are witnessing here people talking about genocide about ethnic cleansing about hate on humanity where is their humanity when they say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they are chanting for genocide the people of Iran are on your side they are on my side and they are on the side of humanity so down with the Islamic Republic with Iran down with Hamas and down with Hezbollah and women like freedom Shalom web yo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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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